今天是2021月6號 那來講一檔標的 這檔標的是我媽在網路上看的 她想我買的標的 那是2515中工 那這一檔呢 她叫我買的時候差不多10塊以上吧 這附近吧 但是我就覺得 有點不太穩 所以我就沒有出手買 那現在等等等終於下來了 那目前她之前這邊有一個高點 高點突破結果又拉回 結果又跌破那個之前的高點 那這邊有兩個大量區 今天股價有稍微跌破 那我自己是覺得 我會買 我會抓這個點吧 這個20均線這裡 那買的時候看她能不能站穩 如果不能站穩的話 就會 就會 對沖避險 那 她這個20均因為還在這邊 還低於股價 所以還是會往上扣 所以她的20均會往上拉 所以不一定在9.5了 可能也是 但是今天的低點 9.68附近吧 那 周線也差不多是 9點 周線的我等一下也是9.52左右 目前支撐是看這個 那 分中線 今天跌到 30分鐘的120 稍微有支撐 那這一檔 的基本面 聽說有什麼 主力 叫04中有買 那 買很多 然後 這個主力 是富邦基隆 那 買了2.7億了 聽說她 常打到 這個叫04中 常打到中公去問 那 今年有機會賺2塊 嗯 她主要有 處分那個 不是 啊對 處分精華層 然後再切 基本的業績 那 賺2塊 股價有機會 她們是說有機會到15 我是不知道 那 反正我就先 等 等 這個 20均線 這個附近 先買 然後看怎樣 如果 守不穩 那就對沖 守不穩的話 就 有可能會下來 這個附近 也有可能只是補個缺口而已 東有可能 那 這個是 一個 突破又殺下來 就 有點 2B結構 其實她這裡長蠻多的 外裡看起來有點大 那 我真的蠻好多 所以 頂多 可能補個缺口吧 好 這就是 這一檔 的 交易 接下來 想做的 交易計畫 那2515 中共就先講到這 沒有 那 有 是 這 是 有 有